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安安从车上掉下来了 暑假到了 萍萍安安整天想着出去玩 在家里待一天都觉得闷得慌 可是爸爸妈妈平日还要工作 没有时间带着他们到处玩 爷爷奶奶一直想孙子孙女 几次要求萍萍和安安来看他们 现在放暑假了 爷爷在电话里 听萍萍说在家里无聊 便邀请他们来 于是上个周末 爸爸开车把萍萍和安安送到爷爷家 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度过美好的一段时光 刚来的几天 萍萍特别高兴 好像是出笼的小鸟 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 平时在家里不能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很随意做 在家里不让看的电视剧 在这里可以看个够 这一段时间可以算是平平 难得自由和快乐的日子 安安啊 只要有好吃的 他就很开心了 一点儿也不在意其他的事情 爷爷奶奶家里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安安好像到了天堂一样 再也不想回家 他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爸爸来接他回家 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萍萍大伯家的超哥 开车来看望爷爷奶奶 也给萍萍和安安 带来一些礼物 超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商人 在外地做生意 规模还不小 这次超哥开着一辆敞篷跑车来的 这辆跑车非常漂亮 好多人都被他吸引了 萍萍和安安也不例外 他们兄妹俩 一定要超哥带着他们兜兜风 超哥向来喜欢萍萍和安安 没事儿的时候 常常带着他俩出去玩 每年过年 还会给他们很多好玩的 好看的 好吃的东西 这样的要求 自然不会拒绝 超哥抱着安安问 你要坐在哪里啊 跟萍萍坐在后排 可以吗 安安摇摇头说 不要 我要坐在前面 前面更好 萍萍也想坐在前面 看到妹妹喜欢坐在那里 只好放弃 超哥抱紧安安 把他放在副驾驶座上 对他说 如意了吧 老老实实坐着 别乱张望 等萍萍和安安都坐好 超哥拿出墨镜戴上 对他们说 都坐好了 我要开始了 萍萍说 超哥 你还有没有眼镜啊 我也想戴眼镜 安安说 我也要 我也要 超哥找了一番 找到了一副 略小的墨镜 萍萍戴了 正合适 安安太小 找不到 合适的眼镜 很不开心 超哥安慰他说 别急 我去爷爷家问问 也许有呢 过了一会儿 超哥果然 带着一副 儿童用的太阳镜走来 对安安说 这是你爸爸 给你准备的太阳镜 怕你出去玩的时候晒着 估计你这小淘气 压根不知道吧 你们系好安全带 我准备开车了 虽然是夏天 太阳并不是很毒 车速也不快 风儿把萍萍和安安的 头发吹起 不停地摇摆 有清爽 有刺激 安安高兴地首舞足蹈 超哥提醒他 安安 别乱动 车上乱动很危险的 老老实实坐着 话没说完 车门突然打开 安安从车上掉下去 超哥赶紧停车 没等车子停稳 就跑过去看安安 万幸 这条路上的车病不多 安安只是摔伤 超哥把安安抱起来的时候 安安正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超哥一边为安安擦去身上的灰尘 一边小声安慰他 安安乖 安安不哭了 都是超哥的错 超哥把安安放在后座上 对平平说 你看着安安安安慰安慰他 我开车去附近的医院 看看哪里伤着了 经过检查 安安并无大碍 只是额头擦破点皮 医生很小心 为安安包扎好伤口 超哥这才放下心来 把安安送回家后 超哥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安安爸爸 希望他可以原谅自己 安安爸爸在电话里 对超哥说 没事就好 没什么可愧疚的 这件事情主要怪安安自己 你还年轻 没有带过孩子 有些事情 不知道也很正常 带孩子出门的时候 一定不能让孩子 坐在副驾驶位置 这里最危险 一般车的座椅和安全带 都是为成人设计的 对儿童并不十分安全 我的车上有儿童专用安全椅 这样安全很多 不用担心 孩子从车上掉下来 尽管安安一家 并没有怪罪超哥 超哥还是觉得非常内疚 第二天 他就买了一个儿童安全椅 安安呢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敢 在车里乱动乱摸了 总是老老实实 坐在安全椅上 安全小贴士 小朋友们 现在四家车越来越多 大家出门 很多时候 都会选择乘坐四家车 那么 如何坐到安全乘车呢 或者说 怎样坐车 才更安全呢 不管是孩子 还是成人 汽车的后排座位 中间的位置 是车内最安全的地方 有些孩子很调皮 在车内 在车内不老实 咚咚这里 戳戳那里 不注意 也可能打开什么装置 甚至是车窗车门 非常危险 比如 故事里的安安 就是不小心打开车门 导致自己掉下车来 这可非常危险哟 有的孩子调皮 把手 身体 弹出车外 或者填窗 有时家长忘记 或者汽车 自动关闭窗户 会加伤孩子 甚至 更严重的后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